一画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六十岁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一旦年满六十岁 就代表你真正进入了老年阶段 所谓安享晚年 指的就是年过六十岁后 就该告别工作 以养天年了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很多老人过了六十岁之后 要么继续在家种田 要么依然奔波在四处打工的路上 或许有人想问 这么大年纪了 为啥还要这么拼命呢 干嘛不在家安心养老呢 下面 三个过来人到处了现实的心酸 一 趁着身体健康 多攒点养老钱 王大叔今年六十四岁 年前他实在受不了空险 于是选择帮人家手果园去了 一个月包吃包住四千元 前几年 王大叔的子女们都已娶妻成婚 他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今年他八十八岁的高龄母亲也去世了 这下 王大叔真的是没什么牵挂了 空闲下来了 他说 我平时不打牌 不抽烟 就偶尔喝点白酒 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在农村忙活了大半辈子 突然要我闲下来 实在太习惯了 与其这么早吃闲饭 还不如趁自己身体健康 再找点失作 多给自己和老伴攒点养老钱 虽说现在政府会补贴养老金 但真有个什么事实 那点钱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去果园上班一个月后 王大叔就被晒得有黑有黑的 问他感觉怎么样 身体吃不吃得消 他说 我现在每天种种菜 养养鸡 喂喂鱼 日子过得很舒心 不怕你们笑话 我就是个劳累命 宁愿辛苦点 也不愿太闲 我一闲下来 就会犯困 大瞌睡 全身都不舒服 但只要有事给我做 我立马就精神了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也不打哈欠了 说完 王大叔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 如今六十来岁的年纪 真的不算太老 而且 现在人们的平均寿命 也越来越长了 只要老人身体健康 出去找点失作 反而挺好的 盲目了大半辈子 突然清闲下来 很多老人一时都无法习惯的 况且让老人什么都不做 这在另一方面 也就是在否定老人的人生价值 这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打击 因此 让老人找点失作 重新接触社会和人群 也能缓解他们的孤独感 和提升他们的自信心 二 在家闲着难受 用工作打发时间 六十岁的张阿姨 曾是镇上的中学老师 退休后 每月差不多有三千元的工资 按理来说 就算天天在家待着 日子应该也可以过得不错 可退休后 张阿姨每天无所事事 吃饱了就睡 醒了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无聊至极 简直比上班还难受 以前上班忙碌的时候 张阿姨特别羡慕别人悠闲的时光 可等自己真的闲下来 才发现忙碌结百病 不久后 张阿姨果断在超市找了份保洁的工作 每天上班八小时 工资两千元 面对张阿姨的举动 身旁的亲戚同事特别不理解 堂堂人民教师 居然去给人家打扫厕所 丢不丢人啊 张阿姨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扫厕所怎么啦 人生下来 没有谁比谁高贵 那些比我们成功或是没我们出色的人 其实大家都一样 在这个社会辛辛苦苦的生活 谁都值得被尊重 不管什么工作都需要人去做 在工作面前人人平等 只要无愧于心 每个人都是高贵圣洁的 随后 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现在每个月的工资 够他平时花销 那么退休工资就可以都存起来 一个月三千块 一年就是三万六 十年也就三十六万 不过如今的物价这么贵 多存点钱才是王道 张阿姨的老伴去世的早 独生女儿也早在北京安家立业了 这些年 张阿姨都是独自一人生活 她说 到了我这个年纪 也不求什么了 唯一的心愿 就是趁自己身体硬朗时 多存点钱 万一以后有个三病两痛的时候 都是需要花钱的 当自己实在不能动了 再搬去养老院 也是需要花钱的 女儿虽孝顺贴心 但她也有自己的家了 可不能总给女儿添麻烦 三 儿子不争气 赚钱补贴他们 李女士今年六十二岁 予有一儿一女 老伴前几年因病去世了 当时留下一大堆的烂摊子给她 幸好女儿懂事 替她分担了不少 本以为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下去 没想到 这一切都被不争气的儿子打破了 原来 李女士儿子从小就不务正业 读书的时候就经常逃课 好不容易混个高中毕业 李女士就想让她找份正经工作做 可她不是闲辛苦 就是闲工资低 后来 她和朋友合伙做生意 欠了一屁股债 这把李女士气得够呛 但又能怎么办 欠钱还债 天经地义 李女士只好拿出所有的积蓄 帮她还清钱款 所谓吃一千掌医治 儿子之后总算收心了 也找了一份工作 李女士也趁机给她娶了媳妇 但夫妻两人工资都不高 加起来最多也就五千块左右 随着孩子的咕咕坠地 这下家里经济更加拮据了 李女士再也待不住了 只好重新出来找工作补贴家用 可她毕竟年过六十岁了 许多佣人单位都不敢要她 无奈之下 她只好去扫大街 一个月两千五百 不休息加班还能多拿点工资 李女士说趁自己还能动 能帮一点是一点 谁让她是自己生的呢 她只希望儿子能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来养家糊口 这样就算自己今后老了 不能动了 她也能承担起为人夫 为人夫的责任 也就能把自己的小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的 为什么有些人年满六十岁 不愿在家安享晚年 反而还要外出四处打工 个人觉得应该是以下三个原因 一 老人闲不住 有事可做 才不至于被人嫌弃 如今年满六十岁的老人 基本都出生于五十年 六十年代 他们大多都吃过苦 受过难 挨过饿 总而言之 他们称得上是 最能吃苦耐劳的一代人 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 突然要他们闲下来 什么都不做 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中用了 开始吃闲饭了 自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 假如碰到一些不孝顺的儿子 和多嘴的媳妇 可想而知 他们活得多难过 与其天天看人脸色 还不如出去打工赚钱养活自己 来得轻松自在 二 养老金不够用 还得自己攒够棺材本 虽说近年来 年满六十岁的老人 可以领取养老金了 一年一千三百元 除了固定要交的医保二百五十 还剩一千零五十元可以拿到手 平摊下来也就八十几块钱一个月 如今物价上涨 这些点又够做什么呢 记得有一次 我在网上看到一则问题 假如每个年满六十岁的老人 每月罚三千退休金 可好 我当时就问了身边的张大爷 张大爷说 当然好了 有这么多钱 谁还考虑外出打工 在家待着多好 别说三千块 就是一个月一千五百 我们都满足了 可惜没有如果 人一旦进入六十岁 身体机能开始减弱 慢慢就开始出现各种毛病 养老金自然不够花 但也不好意思一直问孩子要钱 所以只能趁自己还能动 多攒一点棺材本 以备不时之需 三 子女压力大 想减轻孩子的负担 先不说别的 就一个彩礼 无形之间可以压垮多少家庭 很多老人辛辛苦苦在一辈子前 可能还不够儿子娶老婆 再说 儿子结婚后 还得买房 买车 生孩子等 这些都是需要钱的 而且还不止一点点钱 都说中国的父母 是世上最好的父母 他们是不可能眼睁睁 看着孩子受累 于是乎 老人们都会趁着自己 没那么老实 赶紧去赚钱 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 说到底 六十岁老人外出打工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可以 谁不愿意好好在家安心养老 谁都知道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再说 六十岁也是人生的一道坎 就算老人身体再硬朗 也不得不服老 不管老人们出于什么目的 都希望在工作上量力而行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最后 为人子女们 我们也要换为思考 多体谅为人父母的不义 如果有能力 也要拼尽全力 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晚年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what you are eni 订阅 订阅 订阅